今年春节前的五大怪事和往年不一样 这是怎么一回事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第一个不同的是 提前回家过年的人越来越少了 很多人回家后也不在朋友圈发图片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春节这本是万家团圆共度佳节的时刻 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回家的兴趣却越来越淡 究其原因 除了钱没赚够 生活压力太大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对于许多打工人来说 春节意味着回家的路费 礼物以及各种人情往来 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字 钱 所以不少人宁愿选择在城市里多待一个月 加班加点 只为了能够攒够回家的费用 而对于那些失业者来说 回家更是成了一种煎熬 他们害怕面对亲朋好友的询问 害怕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 尤其在春节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浓厚 人情味十足的节日里 这种感觉更是被放大 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 春节可能不再是一个温馨的归宿 而是一个充满压力和焦虑的时刻 第二个是年轻人不想回家 有的甚至选择在城市小出租房过年 父母打电话怎么催都不行 对于很多大宁单身青年来说 年底回家过年 往往成了一种压力和负担 在中国农村地区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婚姻和家庭是头等大事 而单身则被视为不正常的状态 因此村口军情六处班的亲戚们 总是热衷于打探和传播 关于单身青年的消息 甚至会安排各种相亲活动 这种无处不在的关注和压力 让单身青年倍感不适 对于这批大宁试婚者来说 他们面临着找对象的难题 在我国有超过5000万的 大宁试婚者没有对象 这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 包括工作压力大 社交圈子窄 经济条件不足等等 但无论原因是什么 他们往往会成为 村口舆论的焦点和调侃的对象 吃饭的时候还非常尴尬 不知道是做小孩那一桌 还是做大人那一桌 有人说大宁单身青年 是比猪害怕过年的生物 这一点也没错 第三个就是亲戚走动的 越来越少了 而且走亲房游 已经成为了国民的一个负担 过年走亲房游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一传统习俗 似乎正逐渐被简化或淡化 尤其是在当下 生活节奏加快 人们的工作压力增大 很多人选择在春节期间 放松自己 享受难得的假期 与此同时 走亲戚所涉及到的礼物往来 也成为了一种负担 在很多地方 给亲戚拜年的时候 必须要带上礼物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 约定俗成的规矩 对于月薪 只有三千多一点的人来说 这太不友好了 有些地方不仅要考虑 如何购买合适的礼物 还要准备红包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年关很难过 比年寿都难 第三个就是提前买年货的 越来越少了 这个现象倒也不是个坏事 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企业的福利提升 越来越多的公司 在春节前 会给员工发放年货福利 这些年货福利 通常包括坚果 水果 糖果等传统年货 以及一些特色的地方食品 对于员工来说 公司发放的年货福利 不仅是一种关怀和福利 更是一种方便和实惠 他们不需要再花费时间和精力 去市场或超市购买年货 也不需要担心 购买的年货 是否符合家人的口味和需求 就这一堆爱吃不吃 简直是选择困难症的福音 因此 越来越多的人工 选择在公司 发放年货福利之后 不再购买年货 当然 也可以换一种方式 如果企业的马年货变成现金就更好了 红通通的百元大超是最好的年货 第四个是酒楼的宴席预定的越来越少了 以前很多酒店过年预定爆满 这几年都不行了 这是三年疫情的社会后遗症 疫情以后社会都患上了社恐 另外 很多人兜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了 消费下行 还有的人是吃腻了 老家流水席都被饭店吃着有意思 不是五星大饭店订不起 而是家常菜更有性价比 第五个是中年人也害怕过年 一到过年就愁眉苦脸 过年不仅意味着自己长大了一岁 又变老了 还意味着自己的名下资产又要缩水了 农村各种喜酒都赶着要在春节期间喝 根本吃不完 乔迁 做十岁 结婚 嫁人 买味酒什么的 一波接着一波 即便是人不到场 这人情账也要到位 现在吃席的礼账在逐年上涨 十年前五十元还可以上 现在没有两百 主家看不起你 年关过去 亲戚多的人家光吃席就能花掉小几万 这谁扛得住 屏幕前的小伙伴期待过年吗 关注球仔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